那個時候我真的玩一場 我還要吃鎮靜記耶 我玩這遊戲 然後要吃鎮靜記 我說幹嘛 國畢 最低的我覺得就是疫情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身心靈 全部都被摧毀 然後我的夢境就變成全黑的一片 然後寫一個黑 寫一個紅色的死掉的詩詞 我想說 哇靠 我想 我想說 我想說 我想說什麼意思 歡迎收看ChairGTV 我是狐狸 我是小六 我是Cony 我是年年 來 今天 我們歡迎我們的狼人殺大使 陳 李 啾 耶 哇 感覺好棒喔 你們都站在後面的人 現在到前面來了 不會覺得很奇怪 不會啊 完全不會 滿放鬆的 就是只要現下主持的身分 都很放鬆 真的嗎 主持對你壓力很大 我自己看我自己 用上次自己要看我自己 我覺得我比較不需要 講一些固定東西的 我表現應該還可以 但是如果有一些 自私的東西要唸 例如說 現在要進行什麼什麼什麼 我對那個東西 很不擅長 理解 可是如果說只是聊天 因為節奏在我自己手上嘛 我可以 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要怎麼樣 對 就會比較 比較不會那麼狙擊的 對 剛剛講說 你是狼人殺大神 現在對於這個稱號 還會不會覺得說 我不想再叫這個名字 說真的要玩 狼人殺很強的人 比我強的人太多 那種做店的老闆 可能玩個十年 那一種 就是他可能 什麼什麼 看一下就 就猜中你了 那命中率很高 所以那個稱號是別人給的嘛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玩起來是 我覺得我們做的最好的 是我們把它給娛樂花 讓很多新手 感受到狼人殺 這個魅力跟有趣的地方 我覺得這是我們做的好的 那你覺得狼人殺 對你影響最深的是什麼部分 在使玩狼人殺之後 賺的錢變多了 所以一開始我玩的遊戲是阿瓦龍 那個時候真的是玩得很瘋 因為那時候其實也沒什麼事 真的就是一直玩喔 去茶街 然後從半夜就這樣玩到早上 沒錯 一個禮拜大概玩 真的三四天不誇張 就是很瘋狂 就是真的好 我們也曾經迷過 因為阿瓦龍這遊戲就是 它跟其他所有不一樣 就這種有點禁忌類遊戲 就是譬如說 狼人殺阿瓦龍這種東西 它遊戲過得都差不多 可是你對到的人都不一樣 但很多網友來講我們一個點就是說 阿你這是打狀態流 你們都沒在盤邏輯 當然啦 因為我們今天本來是進行一場 這個規則下所制定的所有 的這個遊戲 那當然你身為一個 這個規則體制的玩家 你本來就是利用這個規則下 所有對你有利的狀態 去分析所有的事情 其實你說真的有邏輯嗎 除非有人真的講錯 不然他那個邏輯是 一定有正反 或是用你的人設去帶 譬如說我可能之前有玩一些局 他們就說我可能 是狼的時候就會很容易 就是 自爆或什麼 可是其實我也有一些局 我是利用這個人設 他們就會說 林九玩狼的時候 沒有這麼認真在講過這樣子 就是你得把這個局 設成不是一場的事情 它是 一百場的事情 所以你前面五十場六十場 所做的一些事情呢 都可以是你第七十場的時候 拿來做的東西 所以獨神應該 狼人殺蠻厲害的 他 他摸戒蛇動蠻厲害的 他能削到你的老狐狸 那好 這一題呢 其實我自己也很想問他 就是說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可不可以有什麼機會 讓我可以邀請你 再回來玩一次 狼人殺這樣 你不是有回來玩過一次嗎 沒有 那個是愚人血 我想我們討論 討論很久 我想到阿祖 我們都在討論 想說怎麼樣才可以 把餅酒騙進來玩 這樣 像Michael Jordan一樣 想想 我就想回來打球了 這樣 我覺得可以私下玩啦 就不要錄節目 是不是壓力 是因為壓力的問題 就是現在也隔那麼久 老實講 對瀾蛇這遊戲 也沒有什麼熱情 老實說就是這樣 這個是不是 抹羊座是不是有點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可能有 你知道這個東西的極限 在哪裡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CP值不夠 假如說我電腦跟座右電腦 花十年變那樣子 那我在社會上 對我有什麼幫助嗎 懂 你看到 你想判斷的是那個部分 就是說 那我到底完了 我得到的些什麼 例如說我狼人殺 那時候 讓我最大壓 就是例如說有人在罵 或什麼什麼 然後我又會很想要 去跟大家講說 我的什麼什麼 然後其實後來就發現 其實這些行為 CP值不夠很沒必要 因為我幹嘛 害我自己身心靈 自己在那邊不舒服 或什麼什麼 然後 你說一個公眾論文 完全不看這些評論 其實也很難 完全放得下這樣 加上那時候我身體狀況 那時候我真的玩一場 我吃蒸淨劑耶 我玩這遊戲 然後吃蒸淨劑 我說幹嘛 我何必 對 有必要這樣嗎 對 所以我想說 那我把它放下好了 就這樣 可能就過了一段時間久了 好像發現 也沒有特別想繼續玩 嗯 懂 對啊 但消遣可以啦 比如說我們幾個人試一下 突然間 突然間想玩一下 那我就沒問題 對啊 空年是母羊座 你覺得 不想玩 我比較那種 很長三分鐘熱度耶 就是比如說 我去報名吉他課 我買了吉他 然後四檔課 我上了第三檔就 很快就 就不想要上 就是我的興趣 沒有辦法維持很久 還是你覺得 我到底覺得 但是我當下會很 就是 對 那幾天我會很狂熱 可是 可是一過了好像就 我就可以完全放下了 就像你買一堆攝影器材這樣子 對 我買超多 然後我只用過一次 他買超多相機啊 什麼 我只用過一次 就我當下覺得 我一定要買這個 我可以幹嘛 然後買了之後 用了一兩次 我就再也沒用過了 那現在呢 就是你 你這些副業 有哪些是 你操作還不錯的啊 因為那時候老實講 就是知名度很夠 所以人家就會 一直來找你 你要不要幹嘛 然後 然後因為其實我第一個副業是 是我認識很久的朋友 然後我們就做我的品牌 那時候你還在這樣子 那時候第一次做的時候 老實講 第一天就賣得真的 成績很好 其實那時候是很 很短的時間 開了三四個吧 我記得好像是 餐廳 飲料店跟玩具店 其實那時候有點夢想 就是我自己的 喜歡的東西 然後跟 興趣跟賺錢 全部 都可以結合在一起這樣子 之後就覺得 自己太天真了 就例如說玩具店好了 它的利潤其實是非常低的 大家做一樣的東西 然後只是在 銷價競爭 其實我後來發現 很多事情 你一定要投入到一個 深度債 不然不如就不要做 或者是那一個團隊 要非常的專業 朋友有告訴我這件事情 就說你們酒茶照面 欠了一筆錢都沒給 然後我就去問為什麼 然後他說因為 先拿這個什麼來補什麼 可是那是給人家廠商的錢 那名字一定是上到我 對 對 在那段時間的時候 他們原本說 我們要搞那個加盟展 然後已經要去 然後連 那時候是什麼樣 你知道嗎 其實真的可以賺錢 香港跟新加坡 都要買我們的海外售權 可是 好險沒有 因為 他兩間店就弄成這樣子 如果讓他管 我一定毀掉 但好險 分散風險這件事情 我本來就一直在 我自己的骨子裡面 所以我每一個都 其實沒有投到很多錢 其實我覺得那個是 蠻划算的一個投資 一隻就是說 老實講我沒有花很多錢 就得到這個教訓 因為後面有一些人 來找我做一樣的事情 我就不要了 那我就覺得說 你這個模式 因為我經歷過嘛 你覺得說怪怪 就跟就是你體驗過 你就是 第六況是怎樣 我再被騙第二次了 或者說這個經歷不好 我就覺得 那其實是還好 不要再浪費時間 我覺得這題不成這樣子 對哪裡學到蠻多東西 你還是一直都在玩桌遊 德州不可算桌遊嘛 如果算的話 就算 某一類吧 應該是你現在最 最熱衷的一個東西 因為他太多學問了 就是他 而且他對所有的幫助是 最大 應該說德州不可這個東西 對於投資跟理財 還有心態控管這些東西 是可以有非常大的 場景讓你練習 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一開始跟人家 玩德州不可的時候 檯面上是五張牌嘛 然後反正我就是 吹牛 不阿福 就是我什麼牌都沒有 我要騙他 我推出ALL IN的時候 我心臟一直跳 你不要在緊張什麼 因為你在騙人 你知道嗎 你這次座位裡面 你學會去控制的時候 你首先你要知道 你自己生氣 不斷地在練習 你失控的時候 你會講些什麼話 你去調整 你的情緒就會很穩定 應該也經歷過蠻多的低潮 高潮低潮 高潮低潮 不然演藝事業也是 也是高潮低潮 也是高潮低潮 一定是這樣的 有沒有哪一段是你覺得 你現階段想起來是 哇 真的是超低 低到一個炸裂的狀況 最低的我覺得就是疫情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身心靈全部都被摧毀 我覺得那 那時候真的是最 最黑暗的那一刻 就是我在防疫 隔離的那時候 那陣子所有的 外界輿論壓力什麼的 然後跟我擔心 傳染給所有人 然後什麼的 然後自己性命可能又有危險 對 因為那時候都很未知的時候 就是真的是爆掉 就是我是真的爆掉 然後恐慌症就從那時候開始 對 所以一開始我也是瘋狂的去求醫 對 中醫什麼什麼 只要這個人說有效我就去 針灸 然後打一個很像什麼 刺激你老婆的那個 就一個機器 電影裡面 就戴著這樣子 然後就是鐵 然後他會 打打打打 然後你就會 就是用電波還引波去 他比電療還 他是坡 是陰坡那一種 不是電療 真的有變成神道 之類的 怎麼感覺像治療禿頭還是 打電療 就不是紅外線那樣 就是它是一個坡長 鎮鎮的感覺 就是 然後鎮你的一個地方 刺激你 然後讓它產生一個什麼 然後還有去做什麼 治癒神經失調 就是電療就是 就是什麼這樣 貼貼貼這邊貼貼 然後一個禮拜要去五次 就這樣一直治療 對 難怪還不怕 已經很奇怪了 已經很習慣了 這是一個治療了 還有其他人好燙 對啊 然後針灸那種 長針 插頭 哇 超 好痛 好痛 你會很怕你知道嗎 然後刺 就是 然後 然後 然後什麼 就是很多治療 然後 除非還是就是狀況不是很好 然後改變的那一天是我去 我真的去看神經科 然後他就檢測我 然後說你的什麼 腹膠感神經已經怎麼樣了 完全爆掉 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說你這個 真的要吃 吃那種抗憂鬱 或什麼什麼的那種藥 那因為我生命以前有人吃過這種藥 他那個東西就是你吃下去之後 你會沒有情緒 就是 他讓你完全這樣子 沒錯 然後我就想到我那朋友的那個藥 然後我想說靠 我要做這件事情嘛 然後後來我就說算了 我在 我就看了那包藥 就那包藥放在我家桌上 我就看了它真的一分鐘就響了 然後我就沒有拿錢 我就把他丟了 然後就開始去 就是 做瑜伽 然後 你要冥想 其實冥想跟瑜伽 我就一起一起做這樣子 然後我就 我那時候真的一天 花一兩個小時 在讓自己的身體 跟心靜下 就是冥想加瑜伽 然後我發現 這個效果對我最好 就是 我單純這樣冥想 我也沒辦法 我根本進不去那個所謂的什麼東西 可是我如果加瑜伽的動作 例如說我這樣做著 然後一些動作啊 什麼因而是什麼的 然後我呼吸吐氣 然後 我吐氣的時候 讓我把自己的那個 身體放鬆掉 然後 我好像就進到那個 冥想的狀態裡面 然後我就這樣持續了 我也不知道多久 反正我就好了 然後我也那 一邊在借那個 正定機 因為正定機不能直接 不吃 他要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吃了 兩三個月了 然後你必須要減量 就是要變成什麼 四分之三啊 二分之一 然後慢慢的 減量這樣 現在就好了 現在已經正常 我現在就是 呃 前陣子 我又有一點復發 然後我有被症 就是 但是我也沒一直吃 就是變成是說 我現在真的很 怎麼樣我就吃一顆這樣 但是也 是真的 又碰到什麼事情 他又突然不舒服 還是說 他就是 我覺得很多 就是他 這個東西如果起來的時候 你 你這輩子 都會有可能 不管是壓力 或是 他有點在過敏 季節變化 或什麼什麼的時候 例如說有時候 覺得不舒服的時候 原來是要下雨 或者是 其實好像有點痛波 還是什麼 痛波 就知道 就就是說 環節炎 最近失戏比較重 環境什麼 在改變的時候 你就會有一些 不舒服起來這樣子 就一直都在 只是在你可能 你剛剛比較弱的時候 我還覺得 對對對 有一點像 是已經要跟他共存了 這個是比較 醫學類的 那有沒有 靈學類 你說玄學嗎 我玄學最 最酷的就是 前陣子的事情 就是我不是去 朋友的生日 然後 樓下 樓下有人 樓下有人 就是在打得都不可能 然後 然後我們同行的一個 友人 對 然後那個後面是 其實是我們 朋友請的一個什麼企劃 什麼 就是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然後反正 就他身上偶禁品 對 然後 從那天之後我就想說 我一堆朋友就跟我說 你去拜拜 然後就找到一間廟的 一個公主 就公 公 我知道什麼公主 太意思了 不是公主 不是公主變的公主 對 就什麼公什麼公的這樣 然後 然後就一個一個 大哥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那個大哥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就跟我說 我這一個月已經夢見你兩次 蛤 對 然後我就想說 我想 因為我那時候就有說 反正去廟裡走一走 不管他在台中 我就直接殺他去 然後那大哥就有起雞 因為我也沒看過 但我 其實我對任何事的包容度是很 就是很大的 其實我是很開放的一個人 就是在任何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就想說去看看 他說你會有 你會有官司的問題 然後可是那時候我心想說 那時候還沒有 沒有沒有有有都有就是新聞都爆了 所以我 我心裡就說你 Google一下我 我就說 就知道這次我自己 大家誰不知道對不對 對啊 然後 然後可是他就說 你這個官司 會有後續 然後我想說 我想說什麼後續 我都已經 因為那時候已經去兩次 地檢書了 對就是 就是我把該解釋都講完 我就說沒有什麼 然後 然後可是他就說 你的處理方式 因為他也不是那種說 你要花什麼錢買什麼買什麼 說你就回去高雄 然後看 看你阿公 就是祖芬 就是我這樣子看 然後你就跟他講這些事情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好 那時候是六月份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OK 那我找時間回去這樣子 然後呢 我下禮拜我就去 我就去錄一個實境秀 然後我人在嘉儀 然後我就去錄 然後錄完的 中間有一個空檔 的隔壁店 所以我就要去香港演出了 然後錄影到一半 然後他就傳訊息給我 晚上的時候 就說 欸你有沒有回去 去看阿公了 然後我們趕快 就是用一些 就處理 把這事情處理 然後回來 看完之後趕快辦一些 他們叫柯儀這樣子 對 到教的 然後就說 把它處理掉 然後我就回答說 喔 我最近可能沒有辦法 因為我 我可能七月才能去 對 因為我比較忙一些這樣子 他說好 那你盡快這樣子 然後隔天新聞就出來了 然後我說我剛好是怎樣 我從嘉儀那個 那個空檔 我立刻殺回高雄 然後說要跟我 立刻誘回台中 去處理這個事情 所以他就跟我說 他說你接下來五天 會做夢 五天內如果做夢的話 要跟我講 然後我就飛去香港 前三天都沒事 然後第四年我回來 我回來台灣的時候 然後就真的做夢 嗯 然後我就 我就夢到 我在玩遊戲 嗯 可是我就想說 可能是我那時候在 錄影啊 跟我已經玩那個手遊 然後 有些什麼東西 然後就進入夢裡面嘛 然後就是 夢境就是有一個九宮格這樣子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 那個是什麼意思 然後就有一個六 就是 不是有那種棒球九宮格嗎 然後就有一個女生 拿那個六號說 欸要選 可是就有點說 你要選這個六號的意思這樣子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沒想太多 但是我醒來就跟 那個大哥說 欸 我夢到這個 什麼什麼的 然後就跟我說 他說你這個 他說代表 他說代表在入關 但我不知道什麼意思 但我在猜想 可能是說 可能上面的神明在 關注或處理這些事情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你隔天如果有做夢的話 要跟我講 如果沒有做夢的話 就沒事了 我現在回想 我那天也沒想太多 我一樣去運動 然後去打電動什麼的 我沒有很糾結在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真的做夢 然後我夢到 我還是在玩遊戲 然後我玩過前面兩關 然後你的夢就跳來跳去嘛 然後那個畫面就是 我玩了兩關之後 然後我要有一個門 然後我要開進去 去第三關的時候 我門打開 然後我的夢境就變成全黑的一片 然後寫一個黑 寫一個紅色的死掉的詩詞 我想說 哇靠 我想 我想說 我想說 我想什麼意思 我說我做什麼事嗎 這樣子 然後我立刻 我當地跟那個大哥講說 怎樣怎樣怎樣 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說你 然後你不要急 我就是先 我先問一下 對 發生什麼事了 主公什麼什麼 問一下神明這樣子 就說你 他說聽了 他說我大概知道是怎麼回事 你跟人家要下來台中 我立刻買高鐵票 直接衝下去 好痛 我那天原本有一個拍攝 我拍完就說 我要去台中 我就衝下去了 然後後面他就 然後他就講說 他說你 他說他知道 因為我就再跟他講一下 然後他說 我知道你這個事情的原因是什麼 他說 他說你不用擔心 這官司沒有死 你有驚無險 但是你 你重要的是 你的 人這一塊 就是你 這件事情太複雜 牽扯太多人 有很多人會因為 失去了一些財富或什麼 誤會你跟他們是一夥的 然後說你身邊的人太複雜了 然後他還就說什麼 你要小心兩男一女 兩男一女這樣子 什麼 很細節 他講完你有 你有覺得是誰嗎 我沒有覺得是誰 我想說是誰 可是我那天晚上回去 滑那個IG的時候 那個人就發了這個自由 然後那個自由裡面 就兩男一女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這件事情不用擔心 有驚無限 然後我們把這些人非斬斷 然後你自己呢 也要開始注意身邊的朋友 他還說什麼 我可能有這方面的體質 我想說不要 我不行 難道我以後也要辦事情 九哥哥 九哥哥 我要問事 我要問事 他說我的守護神是什麼什麼 一個公的一個什麼 什麼尊責這樣子 對 然後反正我就接觸到很多選舉的事情 然後他不是說我會沒事嗎 然後他還有說 他就說你這整個案子呢 這整個事件沒有那麼快 會到就是下半年 九月到十二月中間 才會有一個真正的一個結束或什麼的 但是呢 你八月份會有一個不錯的消息 那天我就醒來嘛 我不是發一個文說 就是確定我不起訴 就是 對 發過 那天是八月一號 哇 那天是八月一號你知道嗎 我又再次我起立 然後我想說 我想說就是 這所有的一切東西 又讓我覺得 你不知道怎麼解釋 你知道嗎 很好笑的是 因為事件結束之後 他要你要抽 三生四果 答謝他們 對 然後他們除了這些說 他要我的簽名海報 大家都笑了 就是 然後簽簽名海報 然後燒給他們 對啊 OK 你這樣在他們 他們就說 他就 他就說 在天上 對 剛在課的時候就說 他們都知道我是誰 對 好看我 而且那時候 他沒有唱天黑氣不要 我覺得那時候 誰也在唱 那時候很有趣 就是我拿一張海 就是 我就問他說那要幾張海報 他就說他要一張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 上邊那些公廟的弟弟妹妹 或是他們的兒子就說 我們也要 我們也要 然後就叫我準備多一些 我那天就拿五張下去 然後我就一直拔筊 怎麼拔筊都 就沒有這樣子 連續十幾個 我想說是怎樣 我心裡在想說 我們都已經 該打謝或什麼了 然後因為他只放一張在那邊 然後後面就有一個問說 是不是 那個 另外四張也要放上去 然後就聖筊這樣子 然後就四張放上去說 如果是這樣OK 然後就又聖筊 哇塞 他要五張啦 五張 你可能沒有放專輯啊 然後只要一張不夠啊 我要五間請就太夠 這就很妙 哇 這一東西 也是挺有趣的 真的太選了 真的很選 我們也很想知道 這要有選 私下也跟我們講 我們可以去 因為我們 怕大家太迷信 對 也不要 但我們就是尊敬 尊敬為主 那今天呢 很開心 09可以來跟我們分享 很多 其實有些東西 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其實我們自己真的都不清楚 你有這個 碰到很多的困難 然後碰到 怎麼解決 那我覺得 09他真的是 相對起來 我覺得還算是滿正能量的啦 他懂得去排解很多的事情 對啊 那 很開心今天09來 那 各位觀眾呢 各位粉絲 如果想要 看我們再邀請誰來聊天 或是有什麼 聊什麼主題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那 ChairGTV 我們下次見囉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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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